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尔西队积分达到了25分 排名反超了热刺队 升至第5位 西汉姆联队积21分 排名第10位 比赛第10分中 芒特主罚角球 地亚哥席尔瓦禁区内 投球扩网得分 切尔西1比0领先 这也是上半场 双方唯一进球 切尔西带着一球优势 进入中场休息 下半场一边再站 第77分钟 亚伯拉罕门前近距离 推射破门 切尔西2-0 仅仅两分钟后 亚伯拉罕再次破门 鼓励西齐投球 攻门被扑出后 亚伯拉罕补射 完成没开二度 切尔西3比0 锁定胜局 全场比赛结束 切尔西队获得一场大胜 对于切尔西来说 这是一场关键胜利 止住了球队近期的颓势 在英超争贯的关键时刻 不至于调队太远 前巴西队长地亚哥席尔瓦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是球队获胜的关键 上半场 正是蒂西的投球得分 打开了切尔西 通往胜利的大门 已经36岁高龄的齐尔瓦本赛季 加盟切尔西后 对于竞争激烈的英超 没有任何不适感 迅速成为球队主力 成为切尔西防线上稳健的一环 本场比赛 虽然亚伯拉罕独中两人 芒特赛进攻端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但蒂西在后防线上的贡献 才是切尔西获胜的重要因素 本场比赛在调泊大雨中进行 两队主帅兰帕德和莫耶斯的头发和衣服全尸透浪 看起来 颇为狼狈 不过两人的心情却截然相反 桑比林大胜令兰帕德频频向弟子竖起大拇指 而前半连主帅莫耶斯站在雨中 一脸猛低 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一如这鬼天气 虽然收获一场大胜 但切尔西阵中 一人还是受到了球迷狂批 他便是 前场大将维尔纳 球迷们纷纷表示 看到维尔纳就烦 进攻终结者 也没有比赛态度 堪称快乐足球的代表 以后 还是歇歇吧 别上场了 恩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